大家都是對上海復工復產的很多思考和憧憬 有人問Arculia 他說東航670 沒有貨的會不會受惠於上海放寬措施呢 1055南航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跟不上關係 就算之前說停產等等 航空業也不是最主要的影響 航空業最近擔心內地的落彈措施 不是說復工復工是說禁止出外旅遊 近期內地有很多消息 有很多聲音也在說 即是未來就算疫情好了 都會告訴你不會那麼完全放寬 即是內地人出境那邊限制會比較多 但是多而已不代表沒有 所以你說航空股其實你問我OK 我們覺得如果你要接駁整個行業 有一個復甦勢頭在 我覺得有一定的直駁率在 但是東航說股價短線走勢 可能跟近期的那些空難事件 有一定的關係在那裡 之前因為那個事件上面 令股價壓得比較差 又好像消化了七七八八 所以股價就彈一彈 我覺得如果你要接駁內地航空股 我比較喜歡買一隻南方航空 或者是說一隻753 我覺得之前的道理一樣 越穩固越好 負債水平比較低的各項那些 我覺得會好一點 但是當然說短線的話 東航的圖你破了位 就是站在兩個七樓上 你駁它上三元也有一定接駁率 所以航空股市有三隻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的 你駁的一件事就是 短線的人民幣升一升 油價有機會會不會有回 還有說內地的防疫措施 短線有機會放寬一點 這些因素就借勢插浸 但是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中長線投資 買到好像國泰那樣的看法 買到疫情真的完全復甦的時候 在說兩至三年左右 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直播率在